RNG首场付费直播 狂蓝百万 我就想问问 谁说RNG又倒闭了 还有贼 在前段时间的访谈中 RNGCEO直言 俱乐部有着大几千万的窟窿 几乎可以立马破产 而他们的解决方法就是 将RNG打造成史上第一个公众战队 具体的操作方法就很多了 首先RNG肯定是不能出卖战队容易的 也就是说 不能直接卖奖杯 但可以卖奖杯的1比1复刻吧 而且说是卖 其实是租 这个假奖杯 你只有一年的使用权 到日子了 还得给寄回来 咱说要不就永久假货 要不就短期真货 你整个短期且假货 这不是逗傻子的吗 难道你RNG不仅选手要卡 奖杯也要卡 其次就是付费直播 只需要9.9即可观看RNG真还转直播 CEO将现身说法 为粉丝们答疑解惑 这9.9属于是绿纸了 进来的才是真正的结晶粉 可惜上万观看人数 它只能是幻想 直播间人数不过才3000多人 但直播并不是收米的主要手段 RNG在周边双城 推出了价值1999的一年黑金卡权益 限量100份 购买了的粉丝们 在2024年 可以发起俱乐部决策讨论 查阅俱乐部资料 甚至还能听高管们汇报工作 真正意义上的粉丝之对 至于什么专属应援 选手生日祝福之类的 那也是必不可少的 这100份黑金权益卡 和1000份699的薄金权益卡 上架秒空 收入直接破百 虽然补不上千万的骷髅 但也算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这里我给RNG提个建议 以10块钱的价格 出售S8RNG对战G2的 对内语音 再赚上它几个 我觉得不成问题